欢迎您收看消费简报 中国的信贷崩溃向全世界暴露了治理事务问题 彭博社 由于治理和信息披露做法薄弱 国际资金管理者对在中国投资变得越来越谨慎 随着中国数十家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公司努力避免违约 投资者表示 缺乏透明度和与债权人的沟通 使他们对中国大陆借款人失去了兴趣 这可能导致中国获得融资的渠道减少 借款成本上升 进一步阻碍了该国经济的发展 自两年半前达到顶峰以来 中国离岸垃圾债券 其中大部分由房地产开发商发行 已经损失了超过1270亿美元的价值 许多资金管理者现在正在重新评估 他们在中国的信贷配置 香港零售业必须创新才能生存下去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的零售业正在显示出改善的迹象 商业空间的空置率在第二季度 降至三年低点的9% 促使这一复苏的因素包括 大型银行更愿意放贷 以及政府计划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然而 自2019年的反政府騷乱和疫情以来 该行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跨境购买者减少 海南等其他地区的免税购物中心增长 虽然越来越多的内地游客回到香港 但零售销售额仍比2019年上半年下降了15% 该行业需要创新才能生存下去 加拿大央行似乎决心低估其政策方向的转变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央行决定停止加息 并将政策利率保持在5% 央行此前在6月恢复了加息 但最近的经济数据表明经济放缓 可能已经进入衰退 然而 央行仍然担心通胀问题 年通胀率仍高于其2%的目标 央行表示 如有必要将准备恢复加息 福岛核电站释放废水 不会阻止中国游客前往 全日空首席执行官表示 彭博社 据日本最大航空公司 全日空控股公司 ANA Holdings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受损的福岛核电站处理后的废水排放 不太可能阻止中国游客前往日本 尽管在中国引起了一些反弹 但中国游客的旅游人数仍在显著增长 2021年7月 中国入境游客达到30万人 而1月份只有3万人 尽管从2023年11月到2024年3月 中国的旅行预定下降了7% 但ANA计划增加航班数量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瑞西 威瑟斯鹏努力让明星们达成协议 路透观点 私募股权公司 Consortium Brand Partners 已收购了Race Witherspoon的服装品牌 Dripper James的70%股份 名人品牌的财务成功各不相同 乔治 克鲁尼的Cormigos龙蛇蓝酒和DR Dread Beats耳机是成功的收购案例 而凯利·詹奈尔的化妆品品牌 和Jessica Elba的Honest Company 则面临挑战 文章强调 尽管名人品牌具有吸引力 但其财务结果可能不确定 Bunings如何吸引时间紧张的家庭建筑者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的DIY巨头Bunings 由West Farmers所有 正在增加对本地制造业的投资 开始制造和销售预制墙体和屋顶横架 该公司在过去两年中 已经投资了7500万澳元 5100万美元 用于建造三个自动化的框架和横架工厂 并计划明年在布里斯班 开设一个新工厂 Bunings旨在在住宅建筑中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以满足建筑商对可直接运送到工地的 预制产品的需求 该公司对澳大利亚住宅建筑的 长期前景持乐观态度 雀巢以6.0275亿美元 收购巴西的科本哈根媒体报道 路透社 据报道 雀巢公司计划以约30亿雷亚 6.0275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巴西巧克力品牌科本哈根 该交易还包括购买 另一家巧克力品牌巴西卡奥 此次收购发生在美国私募股权公司 Advent International收购控股权的三年后 Advent International收购了控制科本哈根的CRM集团 泽勒斯快闪电将进驻剩下的哈德逊湾商场 加拿大环球邮报 哈德逊湾公司宣布计划将其折扣连锁店 Sellers扩展到更多的百货商店 扩展将覆盖安大略省的13个地点 不列颠哥伦底亚省的7个地点 阿尔伯塔省的6个地点 魁北克省的4个地点和曼尼托巴省的一个地点 这些临时的Sellers商店将在价值季节开放 并将使拥有Sellers分店的哈德逊湾商店 总数达到78家 该公司计划利用这些临时商店 来确定哪些市场适合未来的Sellers商店 欧洲奢侈品股票下滑 因为瑞士达菲集团主席表示 通胀正在削弱需求 彭博社 欧洲的奢侈品股票 包括LVMH、Richmond和Manker 在Richmond主席Johan Rupert表示 通胀开始削弱该地区需求后暴跌 这是因为奢侈品行业 已经面临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压力 中国占其收入的约五分之一 汇丰银行也发布了一份 降低奢侈品领域估值和价格目标的报告 称短期内欧元复苏和成本上升 对增长的影响 路透社影响 一节航空首席执行官表示 脱碳成本不应由消费者承担 路透社 一节航空首席执行官约翰·伦德格伦表示 航空业的脱碳努力将需要更多资金 但这些成本不应转嫁给消费者 他指出 可持续航空燃料等脱碳选择 目前尚未达到规模 成本是传统喷气燃料的三到五倍 伦德格伦认为 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利益相关者 应该共同努力 确保脱碳成本保持低廉 印度现实零售将收购儿童服装品牌 AdMama 51%的股份 路透社 印度最大的零售商Reliance Retail Ventures宣布 将收购国内儿童服装品牌AdMama的51%股权 这一举动是Reliance Retail在潜在的上市前积极扩张计划的一部分 上个月 该公司以1000亿美元的估值从卡塔尔投资局筹集了10亿美元 并正在与全球投资者洽谈 计划在9月底前再筹集25亿美元 Reliance Retail目前经营着超过18000家零售店 并与国内外品牌建立了合作关系 该收购的交易价值未披露 瑞西 威瑟斯鹏出售它的时尚品牌Dripper James CNN 私募股权集团 Consortium Brand Partners 已收购了Race Witherspoon的时尚和生活方式品牌 Dripper James的70%股份 Witherspoon将继续担任该企业的合作伙伴和董事会成员 Dripper James于2015年作为直销品牌推出 目前已扩展到包括三个零售店和与Course的合作伙伴关系 Consultium Brand Partners计划将该品牌扩展到新的零售空间和海外市场 Dripper James的出售发生在Witherspoon出售其媒体公司Hello Sunshine两年后 交易金额超过9亿美元 南非第三季度商业信心指数微声调查 路透社 根据兰德商业银行R&B和经济研究局的一项调查 2018年第三季度南非的商业信心略有改善 商业信心指数从上一季度的27点上升到33点 然而调查还显示 接受调查的1050名高级主管中有近三分之二对当前的商业环境仍然不满意 情绪依然疲软 近几周来停电情况有所减少 但生产成本和库存水平仍然较高 尽管销售疲软 但汽车和零售等面向消费者的行业由于价格较低而出现反弹 意大利政府将与超市和小型零售商会面以解决高物价问题 路透社 意大利政府计划与超市和小零售商协会会面 解决该国消费品价格持续上涨的问题 总理乔尔吉亚 梅洛尼因物价上涨和减少扶贫计划而受到批评 政府一直试图在生产商和零售商之间达成协议 从10月到12月限制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 虽然预计超市和店主将支持这一计划 但工业部仍在努力说服生产商加入这一倡议 法国上个月宣布了类似的协议以遏制通货膨胀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